好,我们来做一个特效 就是如何把角色变成灰阶的图形 那用的一个技巧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只有把影像效果设为无限大 怎么样设为无限大 那就是我们给它一个值 去除以0就好了 简单来说是这样 看,它就变成这个灰阶的模式 那我们清除影像效果就变这样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效果是 点到这个角色之后 它会变灰阶缩小 然后最后又回来 所以我们要进行的步骤是什么 当角色被点击的时候 先回来 然后接下来把影像设为无限大 颜色色为无限大 那我们等一下好了 0.1秒 先让它呈现这个效果0.1秒 接下来 接下来 尺寸 前面要缓 摄为100 改变 缩小 10% 10次它就变成0 那一开始显示 然后最后等待一个时间 再出来 再出来 等待一个时间 再出来 出来让它在后面 那会达成的效果就是这样 点它一下 1秒钟后 要再出来 出来 出来那尺寸设为100 要放在后面 好 再来一次 假设我们有点到它 好 出来 显示那清除效果 看起来也应该是放在显示之前 好 再来一次 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 好 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把它设成灰阶的做法 就这一个积木 那你说背景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那我们把它拉到背景来 这个积木拉到背景来 舞台这边 好 我们这样舞台是 像这样冰和级 我们把它设成灰阶效果 好 这样一样马上有这个效果出来 这提供给大家 一个做法 谢谢大家